小心季底结账 这些股票红反弹要出 不要再报了 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Kathy 让我们欢迎万通国际 股博士远中林分析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近因为迎来了季底的结账 有很多的AI股 其实是被投信给卖下来了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最近有什么股票是需要注意的呢 的确 Kathy讲的没错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9月下旬了 所以9月是第三季 第三季呢 就是每逢季底半年底 年底的时候 投信都要结算 他要拼绩效 拼排名 所以这时候呢 投信都会特别认真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股票呢 这个投信已经卖超 卖超已经就是说 因为剩下没几天可以卖了嘛 最近卖的比较多的 那就是要注意说 这些是比较弱势的 还有呢 我们看股价跌破了月线 季线 这个均线 而且这两个均线呢 至少有一条下弯的 这个呢 表示他们的以后的卖压比较大 那为什么呢 因为季线月线呢 就表示说 这是你 这支股票 过去一个月 或过去一季 投资人买这支股票 他们的平均成本 是 那你现在的市价 比平均成本还低的话 表示说 之前买的人都是赔钱的 都套牢了 对套牢 所以那现在反弹上去呢 很可能上面套牢的这个股票呢 都要急着要卖出 所以这种卖压会比较大 那另外我们来看说 外资卖超 外资卖超 投信卖超 1000张以上 然后 1000张持股的大部分呢 他们上个礼拜是减的 融资增加 让融资是一个不安定的筹码 它增加的话 对这支股票呢 它的反弹 会增加它的压力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那最近 投信卖超的这个个股 我们这个统计表 上面 从上面排名下来 是投信卖超最多的 比如说我们看 群创中钢技嘉 这一系列下来呢 都是投信卖超 超过2万张的 那再来 健准七红 这个是1万张 7千多张 银叶达也是卖超 7千多张 那是这些都是 投信陆陆续续已经卖掉 卖到7千张以上 那下面的呢 有台大电 汉祥 嘉登 千富金米 宜特 这些都是 投信最近呢 卖超都超过1000张以上 好 那这些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均线 已经下弯 表示说 未来 反弹上去 这个卖压会比较重 那另外低档买上去的呢 碰到这个压力的时候 他们也会 想要解套 所以 两方面的压力呢 都会造成股价不容易上涨 虽然 今天技嘉 好像大涨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技嘉 技嘉现在 他已经跌破了 技现 跟月现 那现在反弹上去呢 可能碰到300块的时候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300块以上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头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M头 对不对 这个M头 套牢的非常严重 所以 300块 不容易过 如果他想要过的时候 会 不断的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往上测试 对对对 要测试300块 才会过 所以 300块的时候呢 如果 这次反弹可以到300块 可以逢低 先卖出一趟 这是技嘉 那另外 见准 他头 头部也出来了 对 他的形状也是跟技嘉很像 一个M头 那所以现在也是 反弹到120块呢 120以上 就是卖压重重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不要再爆了 因为他的这个月线呢 下弯的压力蛮重的 气候 也是一样 散热的气候 对 散热 散热模组气候 对 那这个也是M头 类似像一个M头 所以弹上去 300块以上 也是一样压力重重 310 音乐达 也是一个 很大的头部 那都是AI股 对对 这些都是AI股 所以台达电 这个也是 弹上去的话 这个头 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 所以也是一样 就是会卖压重重 那加灯 这个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之前 没有那么热门 但是他因为 他线形已经跌过 现在线形是转弱 所以反弹上去 也是一样 到360 370 就是要卖 那千负机密是 之前炒作 炒作那个 这个军工股 尤其最近这一波 最近这一波 弹上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有一个 很长的上影线 有没有 那个164.5 那一根很长的上影线 那个流星 所以 跌下来 到目前为止 就套牢一堆人 好 大户减少了很多 减少了9.75% 那他也是一个投股 所以反弹上去 也是要出 所以 我们讲的这些股票 大家可以 就是逢反弹出 我们下次见 谢谢袁老师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组 那财经急证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